回望2011年超模佟晨杰和足球名将谢辉将近七年的婚姻走到了终点 如今四年的时间又过去了 佟晨杰也是再次找到了知心爱人 谢辉也和著名的主播沈欣传出了一些绯闻 面对前夫的新恋情 佟晨杰也是非常大方的送上了祝福 这些年又是演电影又是演电视剧 大家都快忘记演员佟晨杰其实是飙飙准准的模特出身 这不最近这位从上海弄堂走出来的妹子就选择在上海时装周上 重新踏上自己已经阔别了十年的梯台 佟晨杰嘴角含笑说出的那个她正是她的现任丈夫魏巍 别看两人自从去年11月领证结婚后 佟晨杰一直张口闭口不理先生 一副甜蜜小女人模样 其实在家她可是名副其实的霸道女总裁 就如她的微博名佟掌柜一样霸气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谦虚的 但是有掌控欲的女人 我喜欢安排一些事情 包括为自己的身边的人 包括为朋友 包括工作 霸气的语言灿烂的笑容 佟晨杰婚后的生活不用说 大家也明白有多幸福多滋润了 我一直都相信爱情 我觉得每个女人应该都是 相信爱情 当然了相信爱情并不是女生们的专利 男生们也同样有权利再次去爱 佟晨杰的前夫谢辉这几年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靠谱绯闻 但最近传出牵手美女主播沈欣的消息 对于前任的现状 佟晨杰也是满满的祝福 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 很懂得自己要什么的人 我觉得如果合适的话就在一起吧 祝福 行为在线上海采访报道